小三老师好 翁总好 你好 我是一名摄像记者 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呢 我也有幸到了 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现场 我也见证了 乌东德水电站发出的第一度电 我的天哪 这也太壮观了 我现在正站在乌东德大坝的坝顶上 太久了 和以前看的那种视频照片上面的那种 感官上的冲击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就我后来走到哪儿都是 哇 这也太厉害了 我就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那种感觉 你看你也没怎么在室外跑啊 我已经晒黑很多了 真的 一个月 一个月就变黑 都说自己晒黑了 但每个都白白净净的 你看这 我特别想问乌总就是 乌总作为乌东德的总师 也会像我这样 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会不够看 会拿着手机到处拍吗 有时候会拍一些 我一般是有感而发 也是为了美 为了美 我还以为您会说我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工程 工程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 专业的摄影师 把它保留下来 分享一下 这是我拍的吧 这就是您的手机里的图片呀 对对对 刚才不是应他的要求说分享一下吗 您都忘了 不过这个照片我知道 这个叫湖蟹 水湖的湖 冻蟹的蟹 它这个是沙岩通过这个水流 不同的年代冲刷形成的照片 我当时是下去以后 这是在相对雪比较少的时候 我通过这个洞在外拍的 这是一张还有吗 我们来看看 翁总是眼里 这位同事是我们地址总工程师 相当于我父辈那个年龄的人 这张照片应该在十多年前吧 这老先生正在船上查看 在那画我们那个两岸边坡 上面怎么样坍塌下来 这一页上面都画的图 哇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绘画的老工程师 这个地址工程师 他自己手绘的 当时到现场以后 应该是有感而发画的这幅图 左边那个车就是我们地址的 就是我们的车 就是我们勘探的车 这上面挖掘机 它是完全在现场画出来的 然后左按右按 它还都标出来了 对 这张照片 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我自己还蛮自豪的 所以我就保留在手机上 就是说他这个 当时在峡谷里面 正好从阳光的一面 到暗的一面 然后我这个 当时我看到他这个 工作的神态非常的好 所以我拿起相机 照了这个照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在本上这个光线是白的 对 反光到他的脸上 对 所以导致他的脸 还是有一定的光线 就是这一选间 我抓拍的 利用手中的笔记本 作为反光板 给脸上还适当地 补了一点光 但能够明确地感觉到 老先生的肤色是对的 比您的肤色 更像一个勘探人员 别说老先生了 大家注意到 这个照片里 还有很震撼的细节 您看旁边那个 穿红衬衣的那位 他的胳膊 晒红的 那是真正在现场 搞勘探的 红 懂红的 您管那个颜色叫红啊 晒红的 黑得像碳一样 您看他那胳膊 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勘探人员 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的工程师 因为主要是解决 现场的一些问题 这么大一个工程 这个技术问题 还是非常多的 我们一个导流工程师的 博士后 我们叫他356博士后 我们一天 一年365天 他在工地待了356天 因为导流洞的开挖 施工 每一个地方他要去 他忙的忙不过来 根本雇不了回来 所以这十几年 多少像这样的 工程师的心情和努力 才汇聚成今天的 这每一度电 真是不容易 看到了吧 看到总师手机里的图片了吧 总师有拿着手机 在那里 哇 好壮观哪 有说过吗 总师的每一点 对自己工程的骄傲和赞叹 都凝聚在了画面的 这种安静的力量里 学习一下 这角度境界不一样了吧 对对对 在这次发展之前 我在乌农德 也待了一个多月 然后我也采访了 挺多人的 一对夫妻 他们就是讲的一些东西 会让我特别感触 每天都开心了 一天这么多人了 在一起干活 要做了 要做了 工程完了嘛 白年了 白年了 还是一起 我也想到这边来 再就是没得机会到这边来了 天天就开心 他们真正是参与到了 一项大的 了不起的事业当中 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分子 那种骄傲和自豪的感觉 对对对 甚至未来某一天 他们带着孩子 甚至孙子辈的 回到这里 远远地指着那个大坝 说你看当年 你爸爸或者是你爷爷 就参与这个大坝的建设 就那个时候再讲起这样的故事 肯定都是满满的幸福 所以他们这种不舍 对对 您会有不舍吗 这个工程应该跟我的 自己的孩子一样嘛 相当于从无到有17年嘛 肯定是不舍的 我给他们的电厂的领导说 我说我过一段时间 即使不搞这个电厂 也会来看一看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对 我觉得在你的记录当中 应该有很多这样的 普通的劳动者的面孔 我希望未来有机会 能看到你把它们 汇聚在一块 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能够感受一下 他们在这个工地上 感受到的酸甜苦辣 好的 已经完成 小三老师补制的作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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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